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各位观众 我是May 今天我们请了国际人权理事 中国问题专家吴文欣先生 为大家分析一些热点话题 吴先生 你好 May 你好 各位观众 大家好 好 今早拜登突然发表退选声明 还推荷贺锦丽为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 另外这几天网传习近平病重 吴先生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OK 那我们一个一个讲 先讲这个拜登退选 其实这个拜登退选都不可以说是惊奇的 没有惊讶 因为自从 尤其是他两个星期前 可能两三个星期前 和特朗普总统进行这个竞选辩论 在这个辩论里面 他就真是惨了 他完全是佔下风 最主的原因都不是他的意见 他的见解 令他处于下风 而是全美国人 当时很多很多 可能几百万人在看这个辩论里面 都觉得拜登总统实在身体不行了 看得出他是老人那种 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已经不够fit了 美国人说 我记得我当时的辩论 我从头看到尾的 直播看的 那确实是特朗普是完全占上风了 那对于美国人来说 大家也知道 可能都不是单纯是美国人 不过尤其是明显的是美国人 是绝对不希望有一个弱者 成为他们的领导人 他们是喜欢投票给那些强者的 那你81岁的拜登真的是脑太隆忠了 还有有时讲话都不知道 突然间好像不记得了你讲什么了 或者说错话 经常发生话 说得很慢 好像中国人说所谓忠气不足 因为美国人想要的是那些 就是你老都无所谓 老本身不是美国人特别不喜欢的事 而是你的健康情况 你看特朗普 特朗普 我记得拜登被人施加压力 要他退选的时候 他一直都说 他说我只是被特朗普老了三年 其实那个年龄本身不是问题 问题是个健康情况 人家特朗普比你年轻只是三年 但是他的身体状况 他说话时的表现 声如红钟 是忠气十足的 那你你就 还有他那个 就是美国人是中有这种领导人的 大家看一下 当时他特朗普被行刺 子弹穿过他的耳朵 他掩着的耳朵蹲下 他说厨的收睇 炸特朗普是到这种目标 那么看到中共 有笔樱 他的腰拭放很特朗普 当然我都火了 辯論之後 第一 我應該這麼說 拜登的健康情況 一路都是美國政策裡面的一個話題 很多人都說 拜登不應該再選了 看起來 他是太不想失去他的權力 西方說權力腐敗 絕對權力 絕對腐敗 我不是說拜登 我只是說那個道理 因為手上有很多權的時候 你會得到很多好處 很多權力 很多利益 這些利益香噴噴的 你習慣了之後 你就很難失去 尤其是 如果是一個總統 我不是只說拜登 原則上是這樣 當一個總統 他過去有很多錯誤的做法 甚至有些是不誠實的 曾經用不太好的手段 騙人上做了一些事情 他們最怕要下台 因為下台的時候 他們沒有權 沒權之後 對方 他們的對手 可能身上任的總統 可能他們有權力去翻他的底 好像拜登一直傳說他的兒子 曾經在烏克蘭和中國大陸 曾經被接受行賄 當然如果拜登失去權力 他就怕這件事會被人又重新養出來 好 這是健康前往 尤其是辯論之後更加嚴重 還有很明顯 全美國人都提得出來 所以那個壓力越來越大 壓得到怎樣呢 這個民主黨內部都有很多資深的國會議員 都公開提出 拜登應該提出 那麼到了這個槍擊事件 要試圖行刺 特朗普事件之後 特朗普的強勢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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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更加和拜登的老態隆重成為鮮明的對比 所以他向拜登施加壓力的人就更加多了 聽說有40多個他自己黨的資深議員 公開聯合提出要拜登退選 那麼前幾天 新比特朗普選中的副總統候選人 曼斯 他還說 其實要求退選是不夠好的 不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他退選的原因 是因為他健康情況不行 他健康情況不行 就不應該繼續做總統 所以他甚至要求拜登立刻下台 不給做總統 變成副總統賀錦麗 賀錦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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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一個原因呢 有兩個重要原因 一個就是民主黨有一個問題 就是潮中無人 就是他們民主黨高層呢 沒有那麼幾個選擇 沒有人覺得某一個人是特別合適當總統的 甚至也沒有人主動提出來 我要做候選人 這是對的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當然不是唯一的原因 如果拜登或者其他民主黨的人 他們如果真的想找另外一個人 都可以找到的 這麼多國會議員 這麼多參議員 總會有人可以夠資格的 但是問題現在就來了 問題是什麼呢 第一是很遲 你找一個新的人 我們只有三個半月的總統大選 11月5日是美國總統大選 11月5日大概是三個半月 三個半月大概是100天 是很短的時間 你再找一個新人 大家都不熟悉的 所以你為他做勢 為他搞宣傳等等 已經太遲了 這個是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 就是什麼呢 美國總統選舉是容許你接受捐款的 這個很多國家都有的 而美國的那個捐款是分兩類的 一類是捐給你候選人過日 用來做競選人 就是那個錢是歸比如說拜登 有些人是直接捐給拜登的選舉帳號 就是說這些錢是拜登管的 拜登有權用這些錢來為競選做開支 另一種捐款可以說是捐給民主黨 它叫做 英文叫做PAC Political Action Action 不知道是第三個次貌什麼意思 我們叫做PAC Action可能是 Political Action 沒有所謂的 我總之就是 是捐給他那個民主黨 作為民主黨競選的經費 這個經費不可以給拜登個人用的 就是分開的 還有管這個錢 管PAC這些錢的人 是不給跟拜登個人的競選團隊 有合作有溝通 分開的 獨立的兩個 這個PAC就不太重要了 因為誰是新的候選人 那個PAC的捐款仍然是可以用的 所以說是屬於民主黨的競選經費 那誰是候選人都沒有影響的 但是另一筆錢 頭一筆錢是給總統候選人的 那些錢就只可以拜登用的 或者是拜登退選副總統都可以用的 所以如果拜登不建議用何錦麗的話 他們說這些錢就不能用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為什麼他會選賀錦麗 但是大家要知道 不是你拜登說是誰新的候選的 就是不是的 他可以建議 何錦麗當然因為他作為副總統 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形式上還是要經過8月份的時候 8月19日 國民主黨會開一個黨大會 在這個黨大會的時候 就會正式投票通過 就是承認或者確認賀錦麗做新的候選人 這個就是這樣的情況 那現在可能大家都關心 如果賀錦麗做候選人 會不會扭轉這個局面呢 我想很差 希望很差 為什麼呢 第一 大家知道在這個競選裡面 拜登對特朗普目前為止 一直自從競選 就是年初開始競選活動的時候 特朗普一直是領先的 一直遙遙領先的 就是我個人的看法 如果明天選舉 而我們絕對保證沒有人作弊 一切是很正常的 我敢說呢 特朗普在這種情況下 是贏定一定贏定 不單止贏定 大贏天 大贏特贏 就是很可能是60對40的比例 所以要選一個新的候選人 能夠扭轉這個局面 真是很難很難 那賀錦麗是什麼人呢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簡單不簡單 賀錦麗她是美國出生 但是她的父母是移民 她的母親是印度人 她的父母是阿邁加的人 所以她的皮膚是比較深色的 很多人說她是黑人 其實她不是非洲的黑人 她是印度人 阿邁加人 她曾經 讀完大學之後 是讀法律的 學法律的 曾經也當過律師和法官 她曾經是地區的法官 就是由律師法官那種事業起家的 到2020年就開始做政治方面 做了國會議員 後來就被拜登提名為副總統 競選 贏了之後就做副總統 她的表現最近這一 她之所以有一點名氣 為什麼呢 因為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黑人的副總黨 應該可能也是第一個女人副總黨 或者可能是第二個 但我不記得很清楚 應該 但是我這裡講一講這個就是壞兵所在 因為民主黨是屬於那些比較左膠的 他們很重視這個所謂男女平等 以及這個人的性別問題 性別平等 所以就要標榜他們在這方面特別重視 所以是故意一定要選一個不是白人 最好是黑人 還有女人 我那個所謂性別平等 你知道左派 左膠的人 經常都講那些LGBT人 接受同性戀者 兩性戀等等 那類的那類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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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人家是有那麼多積極度的 議員 這一次人打論 itch של himself 家是本身對台灣的低 eles 你一定是奪加他們的 美國的事的 基本上��려 controlled call 沒有一個比別人高 沒有一個比別人低 但是不太平等於男人做的 一定有女人說做的 女人說是平等的 有些工作就是應該男人做的 我記得我和大家說過 紐約消防局曾經是很多年前 二十年前 要搞男女平等 所以就開始要一步一步 做到消防員一半都是女人來的 結果她中途就立刻停止了改變 為什麼呢? 因為出現幾次大火之後 就發現女消防員 他們要爬上很高的雲梯 將一些很重的男人 可能是一百公斤重的男人 在窗口揹下來救他們 結果很多女消防員根本沒有這樣的力氣 所以最後都要找個男消防員爬上去救人 所以這個事情是一個教訓來的 絕對不一定要女人做同樣的事才是平等的 沒有這樣的事 機會要平等的 還有那個商務的尊重是要平等的 這個是對的 所以她搞到這種事情 要找個女人做副總統 才表明我們很重視男女平等 所以這個選擇就很少了 因爲你這個局限了你 因爲其他人都是沒所謂的 你是男還是女 白色黑 都只要你的那個能力 你的人格 你的性格 和你的才能 是合適做一個總統的 那你就來做投選 這樣才是對的 所以何錦黎都目前為止 這幾年來她的表現是平平無期 平平無期 有些人可以說 可能因為拜登沒有給她機會 我想不是的 也有少許機會 但是總之她是平平無期的 所以我覺得 這次民主黨是有點乾勞忌窮 大家想想 他們競選的時候 一邊站著特朗普 另一邊站著何錦黎 怎麼可以壓到特朗普 我想真的很難 現在還要知道誰是 副總統候選人 來對抗J.D.曼斯 好戲在後在 所以這件事我就說到這裏了 是不是 是 你覺得習近平說 有得了什麼很厲害的病 那裏不知道 你怎麼看啊 吳先生怎麼看啊 我這個人怎麼說呢 我不是很重視那些謠言的 不過呢 不可能是中共是自己弄壞自己的 是一種最終以保密的一種組織 因為他們做了太多不可告人之事 他們自己心虛 他們怕如果公開開放式去活動 讓人知道我們內部的事情死了 人家會知道我們是騙人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 這是真正的原因 所以為什麼在西方民主國家 他們很強調政治加盟領導層要開放式工作 你開什麼會都是經常 一般的開大會大多數都是公開的 誰都可以聽到 我隨時要去國會聽他們講的辯論 當然是要去國會大多數都是公開的 對他們的照片 就是不可以提到公開的 他就是要去國會大多數是國家的 甚至於公開的經濟 所以由於這樣的黑箱作理 所以就謠言滿天飛 因為為什麼西方沒有這麼多這種謠言呢 因為傳了誰可能死了 誰的領導人可能病了 沒有這樣的事 我在歐洲住了很多年 幾十年 不同的國家 從來沒有這樣的事 有人傳謠言 法國總統可能病重 這個德國總理可能死了 沒有這樣的事 為什麼 因為一路都是公開的 不需要你猜的 如果明天德國的總理 因為患了什麼 或者他在家裡跌到很重 跌一條腿 立刻同一天報紙就登出來了 或者在電台上說 我們的總理在家裡跌了一條腿 可能腳斷了 現在進了某某醫院 已經進行急救中 什麼等等 全部都是公開放式的 如果誰死了 根本都不是一個驚訝 因為他還沒死之前 通常都是因為有病 很早就說 我們某某總統得了癌症 現在醫生團隊一直搶救 一直在救他們 用這種辦法 再過兩個月後 醫治無效 與世長年 無時好價格 就平平穩穩地過渡了 總統死了 副總統立刻登上總統的寶座 繼續領導全國 然後等到下一次選舉 重新再選 這些民主國家 是私空見慣的家常變化 所以這些國家很穩定的 不會沒遙而滿千非 不會人心惶惶 所以共產黨就是沒有辦法 它的本性就改變了 那說回來 由於它什麼都要保密 所以才有這麼多猜測 那我們怎麼猜測 有可能 有可能 習近平真的在三宗前會 開幕不認識 按照一些謠言 傳言說 他第一天開會的時候 就突然間 躺下了 就是人在桌上睡覺 或者是中風或者是心臟病 這個不可能 就是人在桌上睡覺 為什麼 因為你是 因為你是 非開胖式的做法 沒有人知道 當時開會的時候 沒有記者在場再場 是不是真的 白殺死了病了 沒有人知道 全家裡差 但是為什麼 這麼多人 願意相信這個謠言 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 就很難 很多中國人 都希望習近平 是跌倒 希望他被自然規律 將他打倒 所以很多人 希望他中風 所以傳得這麼快 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你今次的三中傳媒 更加特別 開會第一天 沒有任何現場的報道 連中央電視台都沒有這樣的報道 一直到最後一天 7月18日 才有些報道 這個本身就是一種很奇怪的事情 開幕式的時候 通常習近平會一直講話 一些畫面都看不到 不要說六月六像 即是示範 連這個圖片都沒有 所以就更加多人在猜測 是不是出了事 另外大家都 心知不明 中共內部 是非常劇烈的內鬥 現在內鬥最主要的是 習家軍和 這個紅二代之間的內鬥 是最激烈的 紅二代是以這個 這個劉少奇的兒子 劉悅 作為一種領導人物 就是代表人物在打 也都不排除習家軍裡面 都有密囤 因為我經常都講過 一個獨裁專制的體制 肯定遲早都會出現內鬥 各種的內鬥 我當時我記得 很早我就已經這樣預言過了 我說 現在習家軍 習近平 就將這個 江澤民那一派的人 江派人馬 都是頭號的人 要將他們控制住 不讓他們太強 不讓他們再強 要將他們削弱 那當時呢 所以就開始要 什麼反腐啊 打老虎啊 大小老虎都打 大家可能記得 2012年的時候 習近平就將那些 周永康啊 薄熙來啊等等 開始了 一路 抓了很多人 大大小小的黨官 20萬人 落馬 到最後呢 江派的人 很薄弱 那其中呢 這個跟香港有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呢 一直都是江派的人 做這個 他們是 控制了香港的 他們的權力 大過這個 習家軍 和全派 江派 因為江澤民當時要 悶聲發大財 他知道呢 他不是笨啊 他發財 他知道怎麼發的 他知道要發財 就要控制香港 所以呢 他很早就重視香港 他的管家 叫什麼 曾慶紅 曾慶紅的弟弟 曾慶懷 一直是長住在香港 搞一個什麼文化 文化界的文化部的什麼代表 就是那些藉口 其實就是 讓他弟弟在香港坐鎮 看著那些人 所以呢 這個 打這個江派人 最後呢 在大陸 習近平 基本上完全佔了上方 將江派射到那裡 但是呢 他發現呢 江派仍然是很強 為什麼 他們有很多錢 那些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控制了香港 而香港是黃金地大 發財之地 所以呢 所以啊 習近平就開始向香港開刀了 那麼呢 其他的那些反送中啊 那些呢 是一個 他認為是一個機會作為借口 是可以 將香港的情況搞亂 然後亂中呢 就是叫什麼 混水摸魚 你搞得很亂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大打出手 將你的那些對手 一個一個打低 當然呢 他同時都不想香港人有自主的 所以就是很複雜的 大家已經看到呢 很多香港發生的事情 習近平要打擊的是那些 就是 第一 是要打擊香港的那些 民主力量 可以說 因為香港的那些年輕人 是希望香港多些自主 所以就肯定中共 換了哪一個人都不會喜歡你香港自主的了 他那些50年不變 是騙你的而已 那另外一件事他想打擊的是什麼呢 就是習近平想趁這個機會 把控制香港的權力 收回到他習家軍的手上 其實就是這樣 他搞了一些事情 他就說對你不瞞了 是住在香港 連一個個換了什麼 換了他自己的那些人 那我要說回來就是 就是習家軍呢 可以說是將這個江派人 打得落花流水 後來又開始向團派又開刀了 大家知道最有名的事件就是 胡錦濤被他在大會堂那裡抬出去 這個就是對團派打擊的 就是一種代表性的 叫做致命一擊 就是當時團派的李克強 坐在那裡聲音都不敢開聲 後來他自己都被心臟病了 所以我當時就說 習近平第一要打擊的是江派 之後他去打團派 江派團派都打低了之後呢 就是習家軍內部就會出現新的謀劃 還有這個紅二代 紅二代 紅二代 他又不是江派又不是平派 他是紅二代 這一派呢其實可以說 是比較 可以說是 要回復到這個習近平的 所謂改革開放的政策 那些人 其實都是他們的所得利益 被習近平選害的 紅二代 因為紅二代是不可一世的 但是習近平呢 爭取他的權力 都將很多紅二代的人砌低 所以我就說 這些權力的很強的人 他是永無了子的 他將他的第一對手打低了 第二對手打低了 第三對手紅二代都打低了 還一 最後呢 他們自己內部會罵起來 因爲什麽 因爲他們 他們不是 共產黨人 不是那種典型的 慈悲為懷 與世無爭的人 剛剛相反 他們是沒有慈悲心可以的 還有他們不是與世無爭 他們是有勢必爭 因爲共產黨宣傳的是什麽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經常都喊打喊殺 李帝亡我 知神不死 我們怎麽打 由共產黨成立 開始 總是有敵人 四面樹敵 什麽階級的敵人 什麽資產階級 地主階級 反動知識分子 然後又講到什麽西藏分裂分子 法輪功 破壞社會痴罪 維吾爾族 什麽什麽 永無了子 四面樹敵人 因為他們從來不會問問自己有什麽錯 從來不會反省的 共產黨的傳統是什麽 共產黨永遠是偉大光明正確 偉光大 所以等於一個人永遠不會反省自己 你只會越來越壞 你什麽錯都是推到一些人身上 你自己明明是沒有錯的 那你就會一路繼續墮落 共產黨就是這樣的歷史 由它開始到現在 其實在這裏 它過了它的城勢之後 是不斷地墮落 因為它沒有一種自我改善 自我調節的機能在它的體制裏面 所以是死路一條 遲早它一定要滅亡的 沒有辦法的 它想救也救不了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裏 OK 好 多謝吳先生 拜拜 拜拜